今天跑傳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樂高8389 所謂的法拉利賽車頒獎台的冠軍組 然後特別之點是所謂的 站在所謂的一號櫃台 不是一號櫃台 一號頒獎台上這個 大家像本來是我們不看賽車的 也知道他啊 舒馬克 車神舒馬克啊 就算是法拉利之前 應該有一陣子吧 本人國中 那時候舒馬 就等於那時候真的就是你只要聽到法拉利車隊 你就會聯想到他 舒馬克啊 法拉利車隊 兩個機會本上 那時候F1賽車 基本上常常看到他啊 雖然他後來在我大學的時候 他好像退休了 而且我記得 他退休後的傳奇也蠻多的 就是比如說他在一個 國外的無限速的高速公路上 因為他要趕飛機 他請所謂的計程車 載他的計程車 車子讓他開 然後飆到 反正就 據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當時舒馬克用許多他看 沒辦法理解的角度超車啊 這是舒馬克的傳奇 雖然他很可惜 後來在一次滑雪意外中 好像腦袋跟身體都出了一些意外 就在滑雪意外中啊 但他並沒有死亡啊 最近據說在康復中啊 這是 舒馬克的故事 然後 他兒子後來也在開 賽車 然後 旁邊這個抱歉 說真的 本人就不知道他是誰啊 他是所謂的 老巴馬薩 然後他是誰 說真的我就不知道啊 然後本人會介紹這一組的原因 其實蠻微妙的 本人這一組是在一個二手商店買到的 用五百多塊可以買到的這一盒 其實我個人覺得蠻划算的 因為這一盒現在基本上 算是蠻上去的一個售價 可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後來拿到實體後才發現 商品是這個樣子 其實東西沒有很多啊 然後 主要貴是貴在這個 所謂的 蘇馬克的人偶啊 跟那個 所謂的 老巴馬賽的人偶 但貴的原因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貴的原因是在於 他胸口這個貼紙 跟背後的這個貼紙啊 我必須講很可惜啊 我本來以為他們這個是用印製的 他們是用印製的 但沒想到他的身體的衣服 是少數 是用直接貼紙的 注意看這個是貼紙啊 我不敢去再摳給大家看 他後面這個印 這邊的後面的衣服的圖案 跟前面的圖案 都是用印製的方 用貼紙 貼上去的 他並不是用所謂的 一般的印製的方式去貼啊 然後這個所謂的 老巴馬薩的部分一樣啊 而且他這個貼紙 注意看這邊已經掉了 有點可惜啊 後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不然我覺得這個價值如果是用印製的話 現在價值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這個舒馬克的人 應該是少數大家 會想要收的 我個人啊 我個人蠻 雖然我不怎麼看F1賽車 但我連我都知道的角色 相信大家應該都對他不陌生啊 然後他除了人偶以外 他其實運氣好一點啊 他的頭盔的部分 他就沒有用貼紙啊 應該也沒辦法用貼紙啊 然後我有去詢問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啊 因為只要據說 有法拉利授權後 你要用到他們的標誌 其實都非常的昂貴啊 非常非常的昂貴啊 昂貴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法拉利本身他們的東西都不便宜啊 像本人之前有買過法拉利的 法拉利的那個叫做 不是衣服 那個叫做包包 也要好幾百塊啊 算是個人覺得非常高單價的東西啊 他的頒獎台 注意看他的頒獎台 雖然他兩面都有法拉利那個標誌啊 但注意看其實 這個一樣都是貼紙啊 所以他基本上如果這個貼紙不小心掉了 這組商品等於就沒有價值啊 非常可惜啊 如果他當時是用硬製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有價值的兩組啊 那主要的差異點 我覺得就是人偶的部分啊 人偶除了紅色的帽子以外 他們紅色的帽子上面也沒有印花樣啊 其實真的就蠻可惜的啊 然後頭盔給兩種啊 然後兩種就看你個人要給他戴哪一種啊 他其實應該沒有硬性規定啊 但 蘇馬克的臉是這樣子啊 就配合這個 黑色的 蘇馬克的臉用的 這樣子 轉一圈 然後所謂的老巴馬薩 這組可能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老巴馬薩是誰啊 抱歉因為這個角色我就真的不是很懂啊 這是所謂的樂高8389啊 這一組其實現在台灣好像也有人在賣 但一組要好幾 就是要一千多以上了啦 所以就是真的只是為了這 基本上真的會搜這一組 我相信都是為了這個所謂的人偶啊 這樣子 然後頭盔可以拿下來 這樣子 馬薩的臉 比較可惜啊 他這一組是用貼紙啊 如果當時沒有把貼紙貼上去 我相信這一組應該會價值更好啊 雖然這一組本人拿到時 我個人覺得也還不錯啊 就是 運氣不錯啊 就 用很便宜的售價 低於 好像大概五百塊不到吧 就買到 五百多 五百塊不到 拿到這一組 但比較可惜就是可以看到 他胸口的印製 跟背後的印製 還有所謂的旗子的印製 全部是貼紙啊 否則我相信這一組會非常的好價錢啊 但他既然是東貼紙 其實我就覺得看你個人喜不喜歡 收集樂高人偶啊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啊 這是樂高8389 法拉利的第一名頒獎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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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